大家好,我是東英走橋的鮑勃 如果你有帶小朋友來得到玩 或是自己本身同心未名的話 推薦大家來拜訪2020年底新開幕的木頭玩具美術館 當時鮑勃有榮幸開幕不到一個月就去拜訪 短短一兩個小時就被精美的玩具跟整個建築裝潢所吸引住了 德島本身大約四分之三的土地都是森林 林業也是支撐德島經濟的命脈之一 木頭玩具美術館的建立就是想要推廣德島的自然魅力 以及與木頭息息相關的傳統以及文化 這裡分成了很多個區域 比方說將當地地標梅山縮小1%的嶺山廣場 用五萬顆木球象徵四國最大的吉野川 專賣給三歲以下幼兒遊玩的沐浴廣場 可以讓小朋友玩到適合他們年齡的遊樂設施 歐桑農村舞台以得到農村風情為發想 還可以用木頭食材做木頭便當 Table Soccer Field可以玩到手足球 聽說這裡擺放的基台是真的比賽的規格喔 Udatsu no Magi 是比照美馬式的某劍設計出來的區域 每一間小房子裡面都有不同玩具 大家看到劍域是不是充滿著日本感呢? Gokko Foresto是館內最大的區域 分成兩層樓 就要是在三菱中散步 大家也可以去拔木頭的野菜 還可以坐溜滑梯滑到一樓 看看即將邁入中年的鮑勃 是不是玩到有點試心瘋了呢? 我相信小朋友應該會更喜歡 希望這部影片可以讓想來得到旅遊的朋友 新增一個必訪景點喔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